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 让更多的人加入战团 来 正反双方所有人 一起自由交互 陈铭老师 不要欺负他们 来 我说一说 你跟我说科学 在现在的线性时间观 测不准原理之下 你怎么可能会收到 自己发来的人生建议 这件事压根不可能 别慌 我说完 是一百一十年前的事情 毛定效益的毛 不是在你看了 不是你的眼睛 是那封你没打开的信 它也叫毛 毛的是这封信你收到了 不是你看了 这个好 信息只有在露出毛才出现 错 信息只要出现 我没看我就知道有干扰 这叫场域 信息出现了吗 信息出现了吗 当有这道提示 打开之前出现了吗 我听不懂 扰定已经出现了 你有没有加扰动 对 你加扰动 但是它有可能准啊 我就问一个问题 讲了这么多 我们都听不懂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反方选手 跑去了翻正方选手的 齐巴 你干什么 怎么 对啊 你这样我里头回来抓场好吗 这样一个一个说 来 我来回答一下陈铭老师 陈铭老师 陈铭老师就把这个变题 换成了三十年后的自己 发来了人生剧透 你要不要看 因为他锚定了一个前提是 你的未来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这个未来不能改变 三十年后的自己花这个钱 发这个建议过来干什么 你们别吵了 别吵了 人都八个月了 你看看人家 各位你们知道 为什么奇葩说这一季 我们叫奇葩大市场了吗 他是三十年后发来的一封信 预示着决赛的过程 继续 一个一个说 一个一个说 各位 给一个建议 做到自己的位子上 不是 我就一个问题 就席瑞说了老多了 特别动人 然后最后他说 他最后如果要给自己 曾经三十年之前的自己写封信 会跟执中学长写的一样是加油 那那么有钱呢 寄回了一封信 最后写个加油 说明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可说 你说别人又能说啥 还能写漏油吗 加油还用自己 快要三十年来说吗 我整个就觉得 对方说来说去 其实他没有什么 真正要说的东西 非常简单 我都说了我的建议是什么 让我紧防脱发 我不仅会写这个建议 我甚至会把这个尼龙材质的 翻盖假刘海 寄给那个实际 对着我自己 这就是建议最有用的地方 叫做弥补遗憾 席瑞加油 是因为席瑞没有遗憾 我有遗憾 我写了建议 让我弥补遗 你看有什么问题 我就用这个最简单 意思毫无奇异的加油两个字 来为大家解释 刚才陈明学长说的 扰动什么意思 席瑞深情款款地以为 自己只是对三十年前的自己 代表了一份慰问 可是三十年前的我 收到这封信 我心里是蒙的 我三十年后遭遇了什么 为什么要我在三十年前 就开始加油 我是过得很糟糕吗 我的专业读错了吗 我是不是应该转学 是不是应该分手 什么叫做蝴蝶煽动 翅膀德克萨斯会有风暴 就是我们以为 毫无疑忆的信息 有可能会彻底改变 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而当你打开的那一刻 你就再也忘不了他 你看你的意思 他写一封长信 写得非常清楚 跟小说似的 发一本小说给你 就是可以看的呗 你还是没有弄明白 写得越详细越可怕 因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马东先生曾经说过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而你现在注定 在误解这三十年前的自己 你在误导着他 明白这个意思吗 2019年华语变谈 老友赛的时候 陈铭学长告诉我们 被误解不是表达者的宿命 用了维特根斯坦 自己的话 现在自己又要打脸了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场那场比赛 我在那场比赛中 说得非常地清楚 青年的维特根斯坦 认为所有的语言 都能用数理逻辑完整地翻译 我说没有说过这句话 晚年的他推翻了他自己 这他自己在打他的脸 不是我 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 信息会被误解 信息当你收到这条信的时候 第一个扰动已经发生 未来已经变了 而你打开他的时候 信息的毛就扎到了你的心里 就这么简单 老师 简单点 简单点 你要看他的眼睛 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时看不看书 你平时看不看 赛中文老师的情商课 我看 他是不是三十年后以后 我们希望长成的样子 不完全是 他不是三十年后的我自己 那为什么他的书 能卖出去那么多 因为他的书是去年写的 或是三十年之后写的 你自己智慧的人 给你的人生建议吗 我不一定听 你不一定听 你看 我看了 对啊 看了 对啊 我看了 你们不用为我炒成这样 我还活着呢 你不停 你不停 我还活着呢 我还活着呢